5月1449年 成王继位好带走 瓦剌国也因挟持一个被新军取代的旧皇 而失去了要挟大兵的作用 故同意大兵用重金赎回应踪 圣御凤皇兄助击战为太上皇 即日皇隽进入南天门 倚仰天年 亲自 大臣以为的一逐英宗复位 因而出入了在位的皇帝戴宗 杀身之后 如影相遵 你放开我 你想干什么 夫人 相公 归隐求戴宗把地位叫回营总一事 朝人不命大臣 已备抄家 京城之地 我们不能久留啊 谁来 顾嫂 这是 姚归隐求战 他 他 爹 不 不是 本来 他是 男性 这是 不 我是 我是 相公 私幼河南 好好地把孩儿养大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才非一世啊 夫人你说得对 无论以后的路 多么艰难险阻 也一定要好好地教养这孩子 这样 才对得起死去的同僚啊 相公你放心 我一定把孩子教育成才 相公 你不是说已经剖好一首曲子 送给我们即将出世的孩子吗 是 夫人 我弹奏一次 让你记住 之后我们再合奏此曲 好不好 好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vap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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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昕 2 2 看 到 3 多 5 に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而无害 夫人 对不起 我无法遵守诺言 和你一起把我们的骨肉养育成人 也再不能与你相依相守 你要多加保重 以后的千金重担都得由你一力承担 永别了 别为我难过 别为我伤心 如果我还留一丝阴魂的话 我会好好地保护你和孩子的 你和孩子要好好地活下去 时辰到 斩 死者已去 生者珍珠啊 嗯 猪啊 嗯 嗯 李大人 我职责所在 希望你能够谅解 你我虽不曾相识 可我能为你做的 就是经上这啄酒衣服 和法尼奇儿一条生路吧 相公 夫人 来来来 快坐 快坐 这么晚还不睡啊 我正想进屋呢 来 坐下 你身子重了 夜凉路重 小心照亮 没关系 这香囊 是用绳结做成 好别致啊 你在哪儿买的 这是一个朋友的妻子所做 那他肯定是送给我们孩子的 你替我谢谢他 好 娘怎么还没回来 娘怎么还没回来 紫云啊 紫云 来来 娘 快扶你娘 娘 娘你怎么了 来来来 娘 娘 刚才啊 你娘在集市上昏倒了 我就赶快把她扶回来了 娘 来 打扫 慢点 慢点 娘 你舒服些了吗 紫云 不哭啊 娘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 要坚强一点 李大哥 你与紫云他爹同行 自从我们母女在这儿落脚 你就把我们当家人一样照料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哎呀 你就不要说这些了 大嫂啊 哎 我马上去给你找大夫啊 啊 啊 不用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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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啊 自己 已经是有尽灯窟了 哎呀 啊 啊 啊 你不会死的 傻丫头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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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哥 啊 这是我刚从 年号里 取出来的银票 啊 这里 有六十两银子 啊 是我多年来 做针线活存下的 啊 啊 请你 帮我照顾好紫月 啊 将来 帮他找一个隐身人家 啊 哦 无人就啊 啊 感激不尽了 哎 大嫂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紫月 你还是先好好安心啊 啊 啊 跪这儿就好了 嘴 你一定要听 李大叔的话 娘 娘 不是为了你 娘 也活不到今天了 紫月 不管以后日子有多苦 有多难 你都要好好的 活 活下去 明白吗 啊 明白 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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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看你一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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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爆炸 爆炸 豆花 水 你 你 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 我 你不要 我就知道你又钻这儿来了 我今天倒要看看 是什么样的女人把你迷成这样 你嘴巴犯干净点 大嫂刚刚过世了 过世了又怎么样 她过世了 你就不回家了吗 大嫂生前把孩子托付给我了 她的后事我还 怎么 你连她带小的都扛肩上了 你发财了你 你能担得起吗你 你给我住口 大嫂生前留下了银票 你要愿意就留下来帮忙 你要不愿意就给我滚回去 你 哎呀 哥哥 我愿意 姐 不要害怕啊 大叔一定会照顾你 新鲜的大白菜 你有一个吗 多少钱 三文钱 你给我来一口吧 再来一个吗 不要了 那你慢走 新鲜的大白菜 新鲜的 来看看吧 你看那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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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偷我馒头吗 臭腰 我们的客人 别打 别打 我没钱 没钱 没钱你就偷啊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大叔 大叔大叔 别打了别打了 再打不把他打死的 像他这种偷东西的人 就是该打 别打了 大叔大叔 别打了别打了 这个麻烦我做活摆的行了吧 你就别打他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他了 今天算你走运 有人替你操钱 滚 滚 滚 他没事 你有事 你竟敢拿我卖菜的钱 给他买馒头 你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我打死你 大叔大叔 大叔大叔 我失看他 太可怜了 你竟敢回嘴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我让你回嘴 我让你还还嘴 大叔大叔 我打他 干你何事 你敢拦我 那我连你一起打 你敢 我看看谁敢中我女儿一根寒毛 呦 是少老爷呀 不知道是小姐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死丫头 等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赶紧给我收摊啊 晚上我没你喊吃 快点 把这收起来 你快点啊 磨蹭什么 是他把你打成这样子的吗 嗯 你是不是人 把他打成这样 他娘死了 是我们替他 帮他娘办了丧事 还把他留在家里白吃白喝的 我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还把钱给外人 我要是不拿他消消气 我三万得为他气死 可是 我娘留下了钱的 你这死丫头 你娘留下那么一点钱 买盐不咸 买糖不甜 够干什么呢 你要有本事 就从我们家滚出去 省得我看着你就动气 爹 小姑娘 我本想找个小孩 给我女儿做陪毒 你愿不愿意去我家 紫园愿意 少老爷 你可不能就这么把他带走了 就得有一百两 够了吗 够 够 我们走吧 走吧 找到好人家了 全靠我 也算好心又好报 改天 描写我呢 公元1457年 英宗法文博文之间 重返地位 改年号天顺 天顺六年 英宗为太子朱建身 冲事后 在民间广征民运 给 不练了 春华 你又来了 娘 每天不是练琴读书 就是画画下棋 我不要再学这些了 那 学女工吧 我教洪大娘教你 不学 不学 这也不学 那也不学的 日后等你嫁到婆家去 什么也不会 那你爹的脸往哪搁呀 我不嫁人 陪着爹娘就好 傻丫头 东梅 秋菊 你们去拿点点心来 是 紫芸啊 你再陪她练两遍 一会点心来了 就休息 是 夫人 小姐 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走 别叫我小姐 你是我救回来的好妹妹 叫我春华姐姐就好了 那怎么行啊 紫芸啊 你就顺着她吧 她想要个弟弟妹妹 都快想疯了 春华姐姐 这才对紫芸妹妹 紫芸啊 每样乐器你弹的都不错 可见你娘虽然穷 但对你还是悉心在培她 是啊 我娘把最好的东西 都留给了我 可惜我没有机会报答她 只要你过得好 她在天上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就是报答她呀 春华说得对呀 好好地活着就行了 好了 再去练两遍吧 老爷回来了 爹 爹 有没有带些新鲜好玩的玩意给我 没有 老爷 怎么了 皇上要找民力入宫 我家春华 皇上有名啊 我不去当宫女 爹我不去 老爷 老爷 爹要是能做得了主 又何苦发愁呢 老爷 老爷 花点钱疏通一下不行吗 皇上的旨意谁敢不从 哪个敢不尊啊 我也已经暗示过 我也已经暗示过吴大人 可是他说必须叫人啊 随便了 mosquitoes 能 开心 另一鬈 赶快找和好人家 我不去 我不要离开宁了 别有何常舍得离开宁呀 老爷 夫人 请让我代替春华姐姐进宫吧 你说什么 我说 让我代替春华姐姐进宫 我无父无母 没有什么好牵挂的 住在什么地方都一样 你们对我那么好 这也是我唯一能报答你们的方式 老爷 就请让我代替春华姐姐进宫吧 孩子啊 从此以后 你就是邵春华 明白吗 明白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邵春华 杨美娟 房秋雨 赵卫强 灵机巧 小春华 üzguk 广梁 游馆 宁 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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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个废物 走开 别这么多远一点 快 叶群废物 皇上这样啊 发这么大批钱 王长一不见了 不就是个万长一吗 让皇上这么着急啊 王智 你不懂万长一不是一般人 不跟你说了 不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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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也是太子 你不配 你不配 打你 打你这个爱狗鬼 打死你 这儿 他们的面子都让狗鬼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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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皇子 皇子 小心 皇子 别怕 不是 皇子 皇子 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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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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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皇上快 谢谢你母后 快呀 还是多谢母后 来来来 快坐 姐姐快坐呀 坐坐坐 真是谢太后成群 不必多礼 起来吧 谢太后 太后今天的恩德 真儿一定铭记在心 不必放在心上 哀家十二岁入宫 这宫中的戎拜兴衰 还见得少吗 皇上虽然策略你为贵妃 但日后你是否受宠 要看你自己的修行和造化 真儿一定会小心照顾皇上 亦会小心侍奉太后的 你的这句话 哀家记在心上 刘婴婴婴把饰品拿过来 是 你在哀家的宫中待过 今天 今天哀家就当是嫁女儿一样 这些饰品有些是仙皇赐的 有些是哀家的珍藏 今天呢 哀家就把它送给你 这么贵重的物品 真儿不敢接受 哀家并没有子嗣 留着它又有何用呢 哀家送给你 你就留下吧 太后 日后 真儿一定成婚定性 以为太后 有你这句话 哀家就放心了 果然不出哀家所料 这个前太后 已经跟那个妖妇万真儿 连成一气了 那 日后 万真儿留在皇上身边 岂不危险 危险 怕什么呀 皇上是哀家的亲生儿子 哀家怕他 即便他前太后 把万真儿当成过河族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更何况 现在有这个无淑女 年轻美貌 娇柔妩媚的美人在 我还愁我的皇儿 会再留恋这个万真儿 太后言之有理 哀家告诉你 今天皇儿能策封他 明天也可以废除他 万真儿 我看你这个贵妃 还能当多久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册封无事为后 万事为贵妃 因此 春华 你还在这当职啊 贵妆 你来了 今天皇上大婚 外头是不是很热闹 你们也都忙坏了 对啊 不说其他 今天早上光是替吴淑女 不是不是 是替皇后娘娘穿喜服 一共穿了十六层呢 哇 那喜服一定很漂亮 是啊 春华 我批你说啊 你们两个一见面就没完没了了 哎 贵妆 你不是过来拿点心的吗 这待会儿 往上到了皇后宫中 你还没回去呢 哦 我这就回去 周太后她吩咐 要准备 莲子红扫茶 红豆软糕 还有桂花杏仁卷 何掌扫 听到了吗 给她拿过来 好 我来吧 我准备好了 来 周太后可疼皇后娘娘了 她说呀 这些东西都是皇上最爱吃的 特别嘱咐娘娘 大婚之夜 一定要给皇上准备这些点心 皇后得宠的话 你呀 我也跟着沾光吗 去吧 我走了 嗯